嗨 大家好 我是何荣 在今年5月中旬 大家知道COVID-19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本土疫情爆发之后呢 我们进到了一个停课的状态 但是所有的爸爸妈妈 还有包括学生在内的 都希望停课不停学 因此呢 在线上教学这一块的市场呢 也就蓬勃发展起来 那今天我们很开心 也很荣幸的是邀请到 亚洲自学科技领导品牌 Snap Ask 时刻问的幕僚长 我们先来欢迎Stephanie Stephanie你好 Hello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另外我们要来欢迎的是 在时刻问上面 负责线上教学的Anno老师 Anno老师你好 Hello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首先呢 我们就要邀请Snap Ask 时刻问的幕僚长Stephanie 先带我们来简单认识一下 时刻问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线上教学的一个服务平台 Snap Ask 时刻问我们从2015年正式 就是进到市场上面 然后在台湾其实已经生根了六年的时间 那我们在过去这六年当中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是提供我们的学生 一个线上家教的一个服务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常深夜 是准备考试的时候 会是有问题没有人可以问 所以呢我们就创办了一个这样子线上的解题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大学里面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大学生 他可以用一个线上家教的方式去服务我们的国高中生 甚至是到国小的孩子们 以前你的教学可能都是小班子 学生们可能都有的时候必须要上两到三个小时 那现在改为线上教学 可是你如何在一个有限的时间 让学生能够快速的去掌握到你要讲的重点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可以掌握到重点 我们会把原本三个小时的内容去看说哪些部分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我们会先把它挑出来 那些观念一定要讲 然后再来立题的选择上 基础题一定要有 因为基础题是关键 不管题目再怎么变化 也是离不开基本的那些观念内容 所以基础题讲完 再搭配几题进阶经手题 最后再放个素养题 然后帮助同学在比较长篇幅的题目里面去抓关键 所以其实在挑选老师的这个评选的标准上面 当然除了我觉得专业是第一 就是说他在解题上面的专业度是第一 第二个当然还是要顾及到说 因为学生必须去看画面 要是要比照安德老师的颜值这样 我们大概会分两块老师 一块就是刚刚何荣提到的就是 线上的解题老师 那当然大家都是匿名的嘛 然后不见得会放自己的照片 这个就比较是我们会看中的是 解题老师在平台上面的文字表达能力 还有跟学生互动的我刚刚讲平度这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答题的准确度 以及是不是直接给答案 这个是我们完全是禁止的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线上的老师 对那线上老师呢 其实当然很多是可能本来就在线下 有在补习班的教学经验 或者是甚至是在学校的教学现场 有教学经验 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在自己 做自己的一个教学的课程 那透过这些方式我们找到这些老师 还有包括像我看到的一点就是说 在你在讲解的同时 你旁边还辅助很多高科技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很注重美学教育 所以在画面的呈现上面 我们致力于让这个画面是 学生至少看得是舒服的 配色上面 老师的穿着上面 然后老师的表情演说 其实都非常重要 你怎么样让学生可以 透过一个摸不到的一个环境里面 还可以被老师抓住你的专注力 针对就是香港的大考DSE的时候呢 做了一件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是 我们去找了近三五年 刚刚考完DSE 然后拿到五星星的这些老师 因为这个概念可能有点像刚刚何荣提到 就是可能是隔壁的大哥哥来教我 可能是刚刚Ando老师提到的 是我班上一个就是 成绩比我好的同学 对 因为他讲的我听得懂 原因是在于 我们的频率在同一个频率上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都希望能够引导孩子 往自主学习的这条路上 而且这也是呢 现在新课纲之后 不断强调的是包括素养 还有自主学习 可是自主学习的这条路上呢 你一定需要是让专业的来 而且呢 一定要的是最佳的神队友 透过Snap Ask 时刻问 这样一个新的 线上教学的资源 我们一定能够让孩子 学习的更快乐 而且更有效率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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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